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意外多了想练功提高抵抗力的询问者 以获得不少回想验证对健康的帮助 于是这位气功大师带着弟子全台跑透透大力鼓吹 练功除了强身更是磨练心性 达到身心灵都健康 后来他又胜利了餐厅推广素食 让身心进化练功更自如了 因应这次疫情还推出了法医变刀 瞬间爆红 这一切都期盼这套功法自救后更能助人 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 一转身一抬手 左右顾叛肩 流露刚柔并挤的劲道 叶马分钟 白鹤亮石 龙肖布 出去以后 有很多人他是崩在这里的 那个龙肖布出去了以后 一定要收回来 这是太极拳的习惯 一出来以后他就丢出去了 要不丢不顶 为之太极 气功大师李凤山师傅 家中世代修道习武 自小而如木染 对他而言 武术不仅止于外在的锻炼 更是内化于心灵的修养 父亲呢 就看我很好动啊 就是我真正的 在武术方面的启蒙老师啊 也就是我父亲 那个时候我才幼稚园啊 喜欢打落不平 喜欢那种瑕疵的工办 可是那个 那个我父亲呢 他就他也知道我这个劲儿 所以他才会教我武术 然后那个教武术 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我能够控制自如 比较容易控制 还会产生更大的勇气 那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人会变得稳定 身体只要是一歪了 或者一攻上来 反而占不久 就是一定要虚灵顶尽 就好像头要悬 陆续遇到其他修道仪式 请囊相授 二十多岁时 意外开启教学生涯 当时我在那个台北医学院呢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 每天早上我就在那个地方 自己练 每天跑山去练气 慢慢的就是有人发现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 然后就觉得能不能学 然后我就顺便我就教他们 两手缓缓举起 与肩同高 我们一边甩 一边来感受 平甩功的内涵 然而17年前 适逢SARS疫情 当时的道馆 避临和平医院 让道客 习武的学生 一度锐减 那时候我们是住在那个广州街 旁边就是和平医院 其实影响蛮大的 因为那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来 当然也很怕出门 可是很奇怪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些 很多人其实常常来问我们问题 我们就教他们 教他们一两个动作 然后回去练 他们都很高兴 我们那个就是你什么人来 我都教 到第五下的时候 微微地蹲一下 从头到尾 要保持规律 千万不要越甩越快 心里面不能发急 深刻感受 国人运动防疫的需求 期望与病毒赛跑 便带领众多弟子 一起全神走透透 普传拼甩功 我说你们说说看 是救人重要 还是全重要 大家都想说救人重要 我说那知道 咱样走后 我就把师兄师姐们 统统召集起来 我就讲 我说咱们把平甩功传出去 在公园交 然后还有在道场有交 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来了 我们马上就交 我们甚至还有在马路上碰到的 或者我们到公园 到有些公园 然后我们就看到人家在那边练一些动作 我们也会教他们 我们练平甩功 首先就是要循环 再来就是能够排除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空下来 才能够学到 也能够补充到 传承自老祖宗的养生智慧 平甩功借由全身放松 双手自然摆动 让气血到达四肢末梢 去无存经 其动作简易不占空间 十多年前谱传至今 造成不少回响 蹲的目的是让气机能够沉下去 把呼吸调语音 去感受食指的震动 平甩功有一个现象 它平易静人 我可以赶那么谱传呢 就是它第一个 它的效果很大 但是它又单纯 大家都容易上手 有很多回响 还有我们大陆同胞 太多回响了 还有其他国家的 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 外国人都打电话来 然而除了习舞之外 李师傅倡导的养生之道 更与日常饮食密不可分 那我们这一道是凉拌木耳 它有些其实蛮大的 不容易一次入口 所以像师傅都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替别人着想 基本上食材都是切一口大桥 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入口 十多年前 有感与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李师傅和众弟子们 一起投入蔬食餐饮 将习舞修道的心境与态度 融入烹调料理之中 加以火候的掌控 要令人无肉也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食物出了问题 很多人他注重的是色香味 他们都求快 不求快 不太注意火候 可是我发现那个古人 这个养生观念 他们非常注重火候 就好像孔子就讲过 他说什么 什么无酱不食 不透不食 我是因为我姐姐身体的关系 那就是陪我姐姐一起来练功 我本身其实对做菜 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义工很多 那我们要跟着 也是要帮大家 就是做员工餐 做给大家吃 结合多种调味的酱料 与汆烫后的木耳即配菜 搅拌均匀 清爽提味 近期推出的防疫便当 以五行配色 摄取不同食材的营养 便当是以五行来搭配 那马铃薯的话 我们把它列入是白色系 马铃薯 结瓜和红萝卜等 一一切片 进烤箱之前略做调味 容易操作的佳肴 设计初衷 就是想让更多人 简单清净素食 净化身心与味蕾 这是橄榄油 我们设计的菜单都是 大家在家里 也都很容易可以上手的 整个拌匀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进烤箱里面烤 烤箱我们先 温度就设定在180到200 而不同于平时打拳洗舞 厨房仿佛也成弟子们 另一个练功的空间 体现的不只是厨艺 更是心境上的修炼 在厨房就是要训练 那训练的话 你就是要从刀工开始练习 这种练习刀工 就是练习我们的耐心 就是东西的厚度 就是尽量取一样的厚度 切丝后食材 依序下油锅 加水焖烧片刻 再以香油提味 疫情升温 餐厅多少受到影响 将既有菜色巧妙组合 做成便当 以不同的方式 传递不变的养生理念 那我们再配色怎么摆 看一下 顺序 配色 颜色 我们有三种颜色 所以三个颜色都要摆上 让大家想不要去物质 防疫便当的推出 也是方便大家 因为现在大家都尽量 就是用外带的方式 我们师傅特别设计的 这个五行间距的便当 包括青纸黄白黑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个食材 那这些防疫便当也都是蔬食 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在阿里山做这个乌龙茶 这时候可以观察 赏茶一下 满足口腹之余 回想昔日父母 常年喝茶的习惯 职人茶道 也是李师傅 致力传达的养生内涵 更尝试将功夫与制茶结合 我们就带着师兄师姐 上山考察一番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古人 讲这个蝉茶不二 那我就在想说 古人讲蝉茶不二 一定有它的道理 我们一定先平甩 平甩完了以后 然后静坐 静坐完了以后 然后甩茶 甩完茶以后再静坐 哇 那个茶 所有的茶都跟我们相应 茶叶第一泡在泡菜 它刚舒展开来 它走着做一个清香的路线 来喝一下我们阿里山乌龙茶 香茶 品秀 啜饮每一口芬芳 一如习武之人 讲究身心平衡 面对此次疫情 岂许对国人也能有所弊异 泡茶的时候 它的内心要保持一个 恭敬心跟稳定度 它泡出来茶汤才会好喝 跟我们平常在练功的道理一样 练到后来 你从外在的中正平衡去要求 练到你的内心也是中正平和跟稳定 防疫时间大部分大家都在家里 如果能够摄取健康的饮食 然后喝一些好的水跟好的茶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搭配功夫去锻炼的话 其实身心灵都可以兼顾得好 四五五 从习武出发 更借饮食茶道传达养生观念 如今武汉肺炎疫情来袭 对身体心灵都是不小冲击 除了持续推广平帅功 李师傅也秉持初衷 由外而内修炼自身 希望转化心境 待风波早日平息 练功其实真的很好 就算没有练过功的人 我就希望他们赶紧练平帅 人员之间要培养革命情感 就借这次疫情 我们要培养我们的疫情 大意的意正义的意 然后当我们这个疫情 更浓厚的时候 就不会太去在意那个疫情 对习武要求精益求精 处世皆悟更无一不流露 独到哲理 这位武术大师 练功悟道的人生 回归单纯的身心灵 自能从中看见不同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